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比喻是不规则的 第四个呢 더럽다 더럽다 也是不规则 더러운 방 더러운 사람 那么这个 넓다 是宽的意思 넓은 마음 넓은 방 那么这个 재미없다 没意思 反义词呢 재미있다 有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呢 是这个 즐겁다 즐겁다 非常简单 非常高兴的 즐겁다 那么这个 比喻是不规则 要变成这个 우 즐거운 시간 즐거운 시간 那么我们看这个 주말을 즐겁게 보내세요 주말을 즐겁게 보내세요 这个 보내세요 请 过得 度过得 快乐 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 즐겁다 加这个 休息 这个 보내다 对不对 请 把这个形容词呢 变成了副词 那么下面呢 俺만의 친구들과 만나서 참 즐거웠어요 俺만의 很久很久 没有见了 那么呢 친구들과 만나서 而是表示原因的 和朋友见面之后呢 참 非常的 즐거웠어요 非常的快乐了 这个意思 那么第一个单词很简单 즐겁다 那么我们看第二个呢 차갑다 刚才跟这个 德겁다 是一个相反的 차갑다 是什么呢 凉的意思 也是一个 比喻的不规则 要把这个 呃变成呜 所以呢 比如说 修饰这个水的时候呢 차가운 물 冷水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例句啊 날씨는 덥지만 바다 물은 아직 수용하기에 차가워요 那么那个 날씨는 덥지만 지만 表示什么呢 前后转折关系的 虽然天气呢 很热了 但是呢 바다 물 这个海水啊 바다 加这个 물 要加这个 산씨 修饰这个水的 那么这个海水呢 아직 海 怎么样呢 수용하기에 游泳的这个事情呢 怎么样呢 차가워요 那么这个 기 기呢 是什么呢 是把这个 수용하다 变成一个 名字的一种状态了 名词化 那么下面这个 例句呢 차가운 음식을 너무 많이 먹으면 那么吃太多 这个冷的 非常冷的 这个饮食的话呢 배탈이 나요 배탈이 나다 什么意思 拉肚子的意思 这个是一个固定搭配 一定要记住了 배탈이 나다 拉肚子 肚子不好啊 那么吃太多 饮食的话呢 会肚子不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 차가운다 跟这个 뜨거운다 的意思是相反的 我们看第三个 어리다 어리다 经常说 小 又小 幼稚 小 年轻的意思 比如说 第一个呢 어린 나이 어린 나이 什么意思 小孩子的意思 那我们看 这个第二个例句 혼자 살기에는 나이가 너무 어려요 혼자 살기에는 那么这个 혼자 살다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 这个 一个人生活的意思 那么加这个 把这个事情 变成一个 名字话 那么 혼자 살기에는 나이가 너무 어려요 年纪非常的小 那么这个呢 어렸을 때 기를 잃어버린 일이 있어요 那么 어렸을 때 经常说 小时候啊 小的时候 怎么说呢 어렸을 때 就是固定搭配 一定要记住了 어렸을 때 기를 잃어버린 일이 있어요 有这个 混ざ 지배 있으면 这个 어멘 表示 如果的时候呢 무서워요 무서워요 恐怖 下面呢 누리 공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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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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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游乐园 的这个 누리 기구 比如说海盗船呀 什么过山车呀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什么呢 游乐器械吧 那么游乐器械呢 在韩语叫做 叫做什么呢 누리 기구 누리 기구 那么 너무 무서워서 太恐怖了 所以呢 못 탔어요 タダ 누리 기구 タダ 乘坐的意思 嗯 这个就是这个 무섭다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下面的第五个单词 ビスタダ ビスタダ 注意发音 那么这个 要变成这个 跟这个 和达结合起来 变成这个 他 的音 ビスタダ 嗯 差不多的意思 那么我们看一下 怎么说 差不多的人 怎么说呢 ビスタンサラ ビスタンサラ 差不多的人 那么我们看 第二个例句 저는 우리 형과 비슷하게 생겻어요 我们上次 讲过了这个动词 생기다 表示长的意思 那么长得怎么样呢 비슷하게 생겻어요 长得差不多 那么我和我的 哥哥呢 长得差不多 这个意思 那么下面呢 우리나라 우리나라에도 이거과 비슷한 음식이 있어요 우리나라 我们的国家呢 也怎么样呢 이거과 비슷하다 和这个 差不多的 这个饮食呢 也有 这个意思 비슷하다 反应词 反应词什么呢 다르다 다르다 是他的反应词 我们看第六个 슬프다 슬프다 伤心 悲伤的意思 슬프다 那么我们看一下 悲伤的电影 怎么说呢 슬픈 영화 슬픈 영화 悲伤的电影 我们看第二个 이 노래를 들을 때마다 마음이 너무 슬퍼요 那么每次听到 这个歌的时候呢 这个 듣다 的原型 是这个 特 那么加这个 里尔的前面呢 要把这个 地歌 变成这个 里尔 变成 들을 때마다 这个 这个 在这个名词的后面 表示美的意思 那么 每次听到 这个歌曲的时候呢 마음이 너무 슬퍼요 心里呢 非常的伤心 那么 那么下面呢 사람들이 볼인 애완동물을 보니까 너무 슬퍼요 那么 人们被丢的 人们被人们遗弃的 这个 애완동물 애완동물 是什么意思 一定要记住 这个是宠物的意思 宠物 叫做 애완동물 那么 看到 보니까 看到了 这个 애완동물 之后呢 怎么样呢 너무 슬퍼요 非常的伤心 嗯 这就是 슬프다 跟我们第一个 즐겁다 是一个相反的意思 看第七个单词呢 시원하다 시원하다 非常的凉爽 凉快的意思 那么也有 这个心里 很痛快 这样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单词 第一个例句啊 시원한 바람 非常凉爽的风 시원한 바람 那么 这个呢 날씨가 토을 때는 시원한 냉면이 최고죠 那么 날씨가 토을 때 토을 때 是这个热 那么 加这个 을 때的时候呢 把这个 而变成 우 变成什么 토을 때 天气热的时候呢 시원한 냉면 非常凉快的 这个冷面呢 吹过就要 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意思啊 那么第二个呢 이고생 这个地方真的是 非常的凉爽啊 下面呢 성격이 시원하다 性格非常的凉爽 什么意思 性格非常的直爽 痛快啊 非常的痛快 直率这样的人 我们叫做 성격이 시원하다 下面呢 그 문제가 해결 해결 되어 속이 시원하다 那么 해결 되다 什么意思呢 问题被解决了 해결 是这个解决的意思 问题被解决之后呢 속 心里面 속 속이 시원하다 心里面 非常的痛快 这个意思 那我们看一下 第八个 배고프다 고프다 是 饿的意思 那么 배가 고프다 배고프다 肚子饿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 배고픈사랑 饿的人 饥饿的人 배고픈사랑 那么这个呢 배가 고프면 먼저 식사하고 오세요 你肚子饿的时候呢 你先吃饭 再回来吧 那么下面呢 아침을 안 먹고 와서 배고픈사랑 我早上没吃饭就过来 所以呢 我非常的饿 배고프다 反义词呢 배 불러요 배 불러다 배 불러다 배고프다 是一组反义词 那我们来看一下 练习题吧 那么选出 与画线部分 相反的单词 我们看一下 画线部分是什么呢 시원하죠 시원하다 凉爽的意思 那么和凉爽的 反义词是什么呢 应该是这个 토워요 토워요 特大热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内容 か怎么说 바닥에 우니가 시원하죠 바닥 什么意思啊 这个海边啊 你来到海边了 非常的凉快吧 那么哪怎么说呢 아니요 不凉快啊 토워요 非常的热 那么第二个呢 추워요 춥다 冷的意思 第三个呢 喝려워요 喝리더 是个喝리더 什么意思 天音的意思 那么 말가요 天气 非常晴朗的意思 嗯 应该选择这个 토워요 那么第二个练习 在括号里面填入 适当的单词 我们看第一个 卡怎么说 아침에 안 먹었으면 이거 좀 드세요 아침에 안 먹었으면 那么早上呢 你没吃的话呢 이거 좀 드세요 你吃一下这个吧 那么哪怎么说呢 고맙습니다 谢谢啊 那么 물 좀 사려고 했어요 려구화 代表是想的意思啊 我正想去买点 什么东西呢 那么什么呢 배고파서 배가 고파서 肚子很饿 물 什么东西 좀 사려고 했어요 我正想买什么东西 来着 那么第二个呢 배고파서 那 배고파서 和这个 배고파서 这两个呢 是一个相反意思的单词啊 第三个呢 피곤해서 非常的疲倦 第四个呢 쩌받서 쩌받 短的意思啊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卡怎么问呢 무슨 일 있어요 왜 울어요 有什么事情呢 为什么哭呢 왜 울어요 나怎么说呢 방금 刚才呢 이 책을 다 읽고는 근데 책을 다 읽었어요 书都读完了 내용이 너무 内容怎么样 내용이 너무 슬펐어요 슬펐어요 非常的悲伤 那么第一个呢 재미 있었어요 这个有意思 第二个呢 재미 없었어요 没意思 第三个呢 길었어요 长 应该什么呢 슬펐어요 非常的悲伤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最后一个啊 也是填空的卡 怎么说呢 이거 제 휴대전화 아니에요 이거 제 휴대전화 아니에요 휴대전화 携带电话 手机的意思 핸드폰 一样的意思 那么 나怎么说呢 어머 哎呀 怎么说呢 정말 그러네요 还真是这样呢 제가과 제 휴대전화 라고 생각했어요 라고 생각하다 我认为啊 我认为啊 我认为是我的电话呢 说明呢 他的电话和我的电话 非常的相似啊 相似是哪个单词呢 啊 비슷해서 제 거과 비슷해서 제 휴대전화 라고 생각했어요 那么第一个呢 たらさ たらだ たらだ 是不同的意思啊 第二个呢 つわさ 好 第三个呢 もしさ 非常的帅 都是不对的 应该选择这个 비슷해서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这个形容词 第三部分 就讲到这里啦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 我们第四部分的内容 여러분 感谢观看 만나요